黑衣男在大楼管理室外晃呀晃 最后站在包裹前东挑西找 等到电梯来了 就抱起挑好的两个纸箱搭上楼 不过他根本不是住户 这名窃贼已经到这处住伤混合 大楼趁着管理员不在的时候 来到这里偷走包裹 就像在拆盲盒一样 一个个打开不喜欢的 就拿到顶楼丢掉 住户的包裹成了小偷的盲盒 看到喜欢的就留下来 不需要的就乱丢 偷走的物品有些价值超过万元 其中包括脚踏车 名牌球鞋就连行李箱 也偷来装脏物 短短三天就11名住户报案 包裹跟棋楼物品遭窃 嫌犯还会破坏监视器 案发后大楼管理员 改用电话通知住户领包裹 还特别偷一个人家的行李箱 租户门口有个行李箱 那个行李箱的时候 他就用那个行李箱装那个鞋子 沿路偷 有架子的东西 他就拿手 没有架子的东西都往顶楼一丢 警方巡线掉监视器 逮捕25岁的黄姓男子 原来他是一名冠妾 从台中偷到台北 以旅馆为家偷窃为生 警方还在他住的房间 搜出满满的脏物 这回被法院收押 住户只希望买个网购不必再提心吊胆 TV新闻金轮速配与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